费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台股直播室 今天礼拜二 礼拜四呢 之后我们就要放假了 那这个礼拜的盘 当然可能会因为少一天量 会稍微比较缩一点 但是我觉得整个台北股市 你现在的眼光硬要看待 整个五一假期之后 五月份的台股它应该怎么走 那这东西其实我昨天都讲得很清楚 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仔细看今天的盘 整个台北股市 今天其实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可是有一个特色 你注意看 整个台股呢 今天从早盘开高最多涨53点 最低跌29点 那从整个中场之后 台北股市的指数空间就不是很大 但问题是今天台股呢 目前是小涨的 大概差不多30点左右 那我说今天台股有一个特色在哪里 指数虽然它是小涨的 可是今天是有量的 因为目前1553亿嘛 你预估到收盘今天大概都有1800嘛 对不对 好我们仔细看 从台北股市大涨起来是1700嘛 对不对 在这里啦 1700 刚刚我们说过嘛 今天指数小涨呢 只有却有1800亿的量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喔 今天有粗量 可是呢 指数只有小涨 那这告诉我们就说 这个盘它现在这个量 它没有先集中在全脂股上面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比方说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跌两块而已啦 它昨天有38000多张的量嘛 现在多少 28000嘛 预估到收盘多少 大概33000左右啦 稍微多一点点 可是没有让你看到突破38000嘛 对不对 好 仔细看 这连发哥 连发哥昨天是13000嘛 现在是8000张嘛 今天预估到收盘呢 可能连1万都不到 好 连1万都不到 再仔细看 2317的鸿海 昨天28000嘛 现在16000嘛 今天预估到收盘呢 可能2万也不到 好 所以从这角度里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整个台湾50 现在只有6500多张 昨天还有一万三嘛 那现在只有6000多张啊 那今天到收盘呢 几乎是昨天成交量的一半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盘还没有要攻击 因为它本身的量能 没有集中在全脂股 好 那重点就来了 那今天集中在哪里 答案就很清楚嘛 你今天是有量的 指数没有涨 代表说你全脂股今天不是量能聚集的地方 可是它整个量能它却集中在 非全脂的个股身上 那可见的代表着说 现在这个盘已经很多人在卡位 整个5月份的操作 所以你再不买 我可以跟你讲你会来不及 有低点你不买 到最后5月份 盘一上去的话呢 你会追高 你要准备追啦 那到底盘5月份能不能上得去 好 那各位 昨天我花一点时间 我跟各位讲过 我昨天就讲5月份的盘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嘛 你继线15天之后你就要开始扣低点了 那你15天呢 代表说就是来到520嘛 正好总统就职日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政府有这样护盘 你觉得520会不会拉 好 我们不要管520它要不拉啦 我们来看台子期的结算有没有机会 那你台子期的结算要怎么去看 你要从筹码的角度去看 好 那筹码在哪里呢 各位你再仔细来看 我最近一直跟你讲美元嘛 对不对 今天美元最低还破100 上个礼拜台股为什么会比较偏整理 是因为美元在涨 但是问题是这两天 为什么奇怪怎么台北股制就上来了 因为美元跌下来了 所以它不是资金避风港的话 它稍微走弱 对亚洲汇率是有利的 所以呢 你看今天新台币汇率 还在创晋级新高嘛 对不对 这代表说热钱跑进来 好 热钱跑进来 再来呢 现在的月季线 我们从这里来看 这里还是季线嘛 这里还是月线嘛 现在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嘛 对不对 好 那我昨天怎么跟你说 我说在8天左右啦 那这个月线就会穿越季线 也就是说5月8号过后 下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之后 月线即将穿越 月线即将穿越季线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整个多方的姿态 已经要出来了 因为他慢慢的会有形成 黄金交叉的机会 好 那再来 当你月线要穿越季线在5月8号之后 所以我跟他讲啊 你月线攻季线的时间年 应该是制作在哪里 5月上旬之后 所以这样的盘有机会的时候 已经有人再买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进场去买 就像我刚刚跟魏讲的 很多人都在卡位了 如果说你一定要等到盘真的上去了 然后你再进场的话 也是可以啊 问题是现在他有低成本 你为什么不买 你一定要等到把你的成本一直在垫高 然后呢每次都在追高 然后每次都在怀疑自己买的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那这样的操作会 蛮困扰的啦 说句实话 有的时候呢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去 不买又不对 买进去之后呢 又怕追高 好 那各位我接你了 如果说你每次操作都是陷入到 这样的困境的话 我建议各位 你可以加入这个LINE 我说你今天加入这个LINE 我要让你赚到钱 你加入LINE是不用钱的 现在三月份开始 LINE是对我们这种发讯的老师也好 或者是一些特定人士也好 要去收钱 那你今天不要花任何一毛钱 你就能够赚得到钱 而且我们今天在盘中 我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用影音的方式跟你解盘跟讲个股 有没有 那盘我们都提早去做交代了 那当然你会想说真的吗 真的五月上旬之后 台北股市有机会去攻纪线吗 好 没关系 时间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也不用去变 反正我都讲得这么清楚 对或错都看得出来 好不好 那你可以去等答案 但重点是 当指数还没有涨的时候 同志们 我跟你讲过 个股会先动 个股会先动 那到底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 你看LINE你觉得赚得到钱 为什么 因为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都提早跟你预告 好 我们仔细来看 我们刚刚有说过 台北股是今天要量出来的 1800嘛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全资股都没有量 那代表说现在的量 它不是集中在全资股身上 那是因为这个盘 它现在还没有要走攻击 不急啊 你五月要放假 那你明天结算完之后 再过一天之后就要放假了 所以买盘可能会稍微有点点缩手 不去走攻击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现象 可是呢 到底这个盘你要怎么做 你才能够领先 找到领先大盘先供出去的股票 而且 就像我跟你说的 我要给你稳健的操作 什么叫稳健操作 你要做教 你不是抬教 不是说每天长起来之后 你拼命去追 好 那到底哪一个老师 能够让你像我说的 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你看赖就赚得到钱 而且是让你做教 我们直接来看 你看这档个股你就知道 你看这台康生计 今天开始震荡了 对不对 可是同志们你想想看 它涨多少 它涨多少 你要的是标股 问题是标股在哪里 我提早在这个LINEX里面 早就跟你做解说了 你想想看嘛 当初还没有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买低卖高 可是低档你买不买 你在怀疑 你又想买低卖高 可是低档你又不买 我问你现在要怎么办 我问你现在要怎么办 可是你今天跟着我们操作 你想想看 我4月6号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过台康生计了 而且我几乎每天讲 对不对 而且生计股 我没有乱枪打鸟 我就抓一档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看 4月6号开始 台康生计还没有动的时候 我就跟你预告 它是下一档的高端疫苗 结果你注意看 当你低档跟着我们操作 你想想看 在这个位置去低档你跟着做 还没有过警线之前 我就叫你去买 那你是我会员的 你看这会员的讯息4月6号297附近买进 然后要发动的那一天4月10号9点01分 30.3附近我们再买进 特别你想想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买进区 买完工厂停再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我跟各位讲过说 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为当时他已经有消息出来 跟国内大厂去合作疫苗的开发嘛 所以我说当你低档买完 就算他之前在这地方走震荡 你不会被洗掉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成本够低嘛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买到一些标股 可是你是用追的 他稍微一震荡的时候 你就吓到了 把它卖出去了 结果一卖掉 一卖掉后面标一大段 那时候你的心里会很欧啊 我明明就有在买啊 怎么搞的 股票飙上去了 我股票出掉了 朋友你想想看 当你把成本压定 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这个位置去买进之后 你看台康生计后面 一飙起来连三支掌停板 你跟着我操作 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操作模式 是让你扎扎实实赚 四支掌停板 结果呢 每天掌停板 跳空掌停板 你追不到 到今天为止 终于掌停板打开了 今天没掌停了 你可以买了 我问你嘛 你用风险跟利润 这两个角度来看 谁能够把你风险压最低 利润提最高 那当然是在这个地方买 你的风险是最低 你现在利润是最高 对不对 可是这档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没买 你已经少赚了五成了嘛 你后面在追都是帮别人抬降 可是我跟各位说过啦 你前面的个股没有抓到没有关系啊 同样的在这个Line X里面 我在帮你抓下一档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下一档 你仔细看嘛 就是我跟他说的 你要去掌握市场的轮动 而且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我会跟你说你新委员 你不用去帮救援台叫 因为我能够帮你掌握这个轮动 再帮你再抓下一档标股在哪里 在哪里 你注意看啊 当你错失了这档台康生机之后 没有关系 我在这个位置去 我再去抓下一档台康生 结果呢 4月20号开始 我就跟你讲疫苗概念股 下一档台康生 还没有动哦 还没有动哦 好我昨天公开了嘛 我跟他讲叫6541的泰府 对不对 好你再仔细来看 我4月24号就跟各位讲 我4月20号讲完之后 他看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 对不对 这代表的说什么 我先让你买低点 然后呢当你买低点买完之后呢 我昨天跟大家讲 下一档台康生啊 已经开始出量走攻击 已经出量走攻击了 你再不买你会来不及 结果呢 投资朋友你注意看 昨天一攻击涨停满 你看 像台康生 像泰府啦 泰府现在回到平盘 我们在哪里买的 4月20号我们在329附近买进 结果呢 昨天一涨停之后呢 今天再创新高嘛 那我现在买得够低嘛 当我买得够低之后 现在已经赚了16%左右了嘛 所以你今天在盘中再怎么震荡 也是洗不掉我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再低档 我建议你先买 因为法人有的时候他会在中间洗盘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买到标股 结果你就是被他硬生生的洗掉 当你一卖完做后面标一大段 你在股票市场那么多年了 这种例子太多了 可是为什么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成本压低 因为我们要赚他后面一大段 对不对 你看嘛台康生计我们可以赚五成 会员扎扎实实赚四肢掌停板 当你没做到台康生计算了 我们再抓下一档 我帮你抓泰福 对不对 结果泰福也是买在低点之后呢 又上去了 现在洗不掉我们 所以呢当这类型的个股 有机会的时候 我都建议你 能够赶快在低档的时候呢 赶快先去做布局 可是现在重点是 以财北股市而言 我跟他说过台股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偏区间嘛 那偏区间的目的呢 现在都是在整理一些筹码面 或是在技术面在做调整 那我认为说 现在除了生计股之外 因为你整个五月上旬过后 台股有机会去攻计线 他就要站稳计线上去了 所以现在不是说只有生计会动 整个电子类股他也会动 但是在整理盘的格局里面 中低价的电子类股会先动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抓下一档 能够像台康生这样飙上去 或像台股这样低档买完 就是往上工厂平 好那各位 电子类股 你稍微注意一下 中低价的电子类股在近期的表现 在区间盘里面 他会领先大盘先动 可是我现在要怎么去抓 如果你前面的个股没做到的 我建议你 后面的股票我帮你抓到了 比方说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中低价的电子类股 它的底部已经出来了 那现在离前高差一点点就要过去了 最过去就会往上冲 那问题是这样的电子类股 为什么它会往上冲 一定有它的题材性在 好 它题材性在哪里 我说这档个股它本身是TV 制服器还有车用的概念个股 尤其是它是Tesla的供应商 你去看 每股近期的表现里面 比方说Tesla的股价 近期创新高 这一个多月以来创新高 所以相关的概念个股它的位阶还在低档 当你Tesla都能够创新高 代表说它会去带动什么 相关的个股开始要往上冲 所以近期整个外资就去布局这个方向 那这样的个股 我们去帮你掌握的是股价低估 因为它本应比不到10倍 而且又是低股价近值比的股票 难怪整个外资都开始去减便宜 所以你现在掌握不到后面轮动的方向 你又想它赚它一大段的 我接你后面的股票我帮你找好了 但问题是你要赶快跟着一起来 好吧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说 老师到底是哪一档 老师到底要怎么做 我接你啦 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啦 比较快啦 如果说你今天不打电话进来 我怎么知道这些标股谁要 当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要让你跟会员同步进场去做 好不好 所以呢 下一档的个股不要再错失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我是建议各位 你看赖都能够赚得到钱 你跟着说我要让你赚更多 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加二限时活动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绝对物超所知 但是这个一加二限时活动 本周就结束了 本周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你想了解 什么叫一加二限时活动 待会广告的 待会广告你稍微看一下 你就会很清楚好不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到底这个盘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是整个五月份要攻击的主轴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变大头部肖老师 掌握轮动累积财富 一季三万五再送两个月 一季三万五再送两个月 现实优惠本周截止 数下专线02-2781-0909 2781-00909 运达头部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变大头部肖老师 掌握轮动累积财富 一季三万五再送两个月 一季三万五再送两个月 现实优惠本周截止 数下专线02-2781-0909 2781-00909 酒价法很大 一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价再犯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交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指数空间不大啦 那到快收盘呢 现在是上涨38点 可是我刚好跟会提醒 我说今天的盘算指数不大可是呢 今天的量已经出来了 预估到收盘大概有1800亿以上 昨天也只有1700嘛 那现在1800 那这代表着说 这个盘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卡位了 所以说 现在有人在为五月份台股的上工去做准备 那为什么要准备 先准备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 还没涨上去之前我先买嘛 就是尽量把那个成本压低了 所以如果说 你一定要去等答案的话 也可以啦 或许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嘛 那有些人就想说 这个盘应该是有机会 为什么有机会 你看喔 现在10604嘛 季线10669 只差60几点台股就要过季线 你说这60几点会很难吗 所以有些人的个性会想说 我比较积极一点 所以开始先去卡位 那或许你比较保守 也不能说你一定错嘛 但问题是 在你保守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错失低点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整个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台股差60几点上季线 应该不难 但是我认为啊 台股不是要上季线而已 要站稳季线再往上攻 所以我说 攻季线最慢就是5月上旬之后嘛 那这上旬之后呢 一过去就要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月季线 在5月8号之后呢 它就会交叉了 这一交叉起来 后面是有机会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呢 整个盘式的趋势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重点个股要怎么做 这才是关键 好 重点来了 你掌握不到股票的 我们盘中会用5分钟的时间 再用影音的方式 跟各位去解盘 跟讲个股 我希望我们这个Line Edge 能够帮得到你 好不好 那你想要提早知道答案了 欢迎你加入这个Line 那到底加入Line 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们直接来看啊 我每次介绍个股的时候 不是说 等到涨上去了 我再来跟你说 盘后很多老师都是这样讲 反正都没有预告嘛 但是我跟他说过啦 我要你买的股票 不是上去之后再叫你买 上去之后你自己追就好了 我是帮你挖掘 还在低档位置区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把成本压低 那你想想看啊 我已经给你多少档标股 比方说 之前的高端疫苗 后面标四支涨停 这很久了 好那算了 4月初的时候 我抓下一档高端疫苗 台康生计 他也是标了四支涨停 会员扎扎实时赚四支 50% 再来 后面下一档的台康生计 我可以帮你抓泰福 对不对 泰福低档买完 昨天涨停嘛 我买的够低 你续包就对了 你续包就对了 但问题是 这个股你没有买到的 我说过 因为你台股未来是比较 如果说我们就当作 它是比较区间盘 那你等到5月上旬之后 上去的话 在中间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资金先卡位 那现在资金要怎么卡位 它现在以今天的成交量增加来看 它是集中在一些比较中低价的电子类股 也就是说比较不占全值的股票 所以我认为电子类股 它也不可以缺席 如果你电子类股缺席 你盘怎么上得去 所以电子类股的操作 同样的 我们还是一样 在这个位置去跟你讲的 什么股票 你一定还记得吧 我4月8号就跟你讲 华兴科 174块跟你讲 你看全值的个股里面 我就告诉你华兴科 我也没跟你乱猜 就是这一档 当初买在这里之后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如果说你去买台积电的 现在是这样 你去买大力光的现在是这样 你去买红海的也是在整理 不过我认为这类型的个股 它在5月上旬的时候 后面会开始有准备发动 到时候要买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我再帮你装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 低档的股票再供它一段 各位我们直接来看 因为最近的外资 他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他们现在在 应该说他们现在在减平 什么叫减平 因为这波整个受肺炎 跌下来之后 很多的个股 它本身是跌破禁止的 那你公司原本有这样的获利 那结果你股价跌下来 代表说你股价低估 所以我们就去看最近的外资 它的布局方向来看 你会发现到一个现象 比方说这档个股 最近外资都在低档投资 还在低档走震荡的时候 都在低档投资 那这样的个股 为什么它会在低档投资 因为这些个股 它不是属于高价股 像这档个股只有十几块 它的净值却在31块 也就是说现在的股价 离那个禁止差很远 那你现在股价跌破禁止之后 受伤最惨重的是大股东 因为大股东量大 所以大股东会在低档的时候 再满 所以有些股价为什么会开始 跌不下去 反而去走一个盘整区 是因为它的股价 禁止非常的远 那这档个股 为什么外资会在这里投资 因为它跟高通 跟国内的大厂合作 去开发什么 脸部辨识嘛 那现在的手机呢 很多都用脸部辨识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产业它是不变的 所以当外资在投资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啦 你在这个位置区 在低档的时候 你就跟着先满 然后你也不用去做追高 不要说一定要等它涨上来之后 你再拼命去追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你尽量把你的成本去压低 当你压低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这样子风险非常非常的小 你看当初的高端疫苗 标四肢涨停 我们这就低档就跟你讲啦 下一档的高端疫苗 台康生也是低档跟你讲 讲完之后呢 也是标了四肢涨停 这样的盘你是我会员的 你算扎扎实实你赚四肢 将近50% 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 应该可以啦 再来呢 后面再帮你抓的下一档 泰福也是涨停板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开始慢慢的 去把部分的资金 移转到中低价的电子类股身上 因为这样的盘要走攻击 电子股不可以缺席 那这些中低价的个股 如果说你去掌握说 它的股价离近子很远的 代表说那个已经是严重低估了 当严重低估的股票 难怪最近外资在偷买 所以你就跟着在低档买 没有什么风险 后面只要一动起来 我跟你讲后面就飙一段 为什么 因为股价离近子太远了 所以有些个股后面会大涨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跟着近 满可惜的啦 我说 如果说你一定要等到答案出来 才要进场的话 也可以啦 但问题是我觉得到时候你会 成本会离 会跟人家比会差很多 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这样操作方式的 我建议各位 一加二限时活动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绝对物超所值 那什么叫做一加二限时活动 单位广告你就知道 但是最后一周 最后这几天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chool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筹库 萧老师 掌握轮动累积财富 一季三万五 再送两个月 一季三万五 再送两个月 现实优惠 本周截止 书下单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筹库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 027810909